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彭聚 政府標案是一片綠油油 而且萬年的御用品尾 也都是熟面孔 因此國民黨這幾天 不斷的質疑說 到底是不是在獨厚特定人事 還有特定的廠商 甚至國民黨更進步的爆料說 包括中華文化總會 還有中華電信轉投資的 四方電訊 以及國發基金轉投資的 台山顧問 觀光局的台灣觀光協會 裡頭也都藏著綠色評委 而現在還有一位自身的評委 爆料了 民進黨在2017年執政之後 就有一份新的評委建議名單 不過政委吳瑟成是強調說 這個名單其實每一年都會更換 口罩被眼鏡卡住了 等等先解開一下 不過大家想聽的解答還有這個 政府標案的評審委員都是親日人士嗎 過去各種標案各種情況都有 儘量的我們要從各方面來防堵 如果還有不周還有不對的地方 我們都會防止 蘇貞昌講到有錯就改 是不是也間接點出部分標案有瑕疵呢 國民黨質疑 不只是標案評委綠油油 很多都是假專家 外聘的專家學者他們的背景幾乎都沒有專業性 那麼甚至不是相關科系畢業 也不是什麼學者 過去很非常親綠色彩 非常濃厚的這些人當評委 來護航某些親綠的不管是公安公司 或者是媒體等讓他們可以取得標案 一位資深評委指出民進黨2017年執政後 就有一份新的建議評委名單 少了許多專家學者 政委吳澤成就說的確會有評委資料庫 每當要進行標案審查時就會隨機挑選 過去名單不太變動 不過蔡英文上任後年年有調整 不能是限職的機關的公務人員 那事實上不管是中華文化總會 國民黨進一步爆料 包括了中華文化總會 中華電信轉投資的四方電訊 國發基金轉投資的台山顧問 觀光局台灣觀光協會 也都藏有綠色評委 現在政府標案爭議接連爆發 再來要來討論到 是號稱陽光法案的遊說法 是不是也是形同虛設 因為在這一次的立委收會案件 讓這個法案是再度的 被受到檢視以及關注 而且實施12年來 從2008年到2020年 真的有來申請要來登記遊說法的 其實只有424屆 當中其實要來看到立法院 總共有317屆 內政部25屆 行政院是11屆 總統府10屆 和台北市政府是4屆 而且當中很特別的是 台北市的柯文哲上任之前 其實到現在 他上任到現在 基本上都是零件的狀態 更何況跟當他在2014年所簽的 透明連鎖公約來相比 其實當時就有說 他們會按照這個遊說法走 但是現在卻爆出 是一件都沒有來登陸 而且這一次的搜狗案件的相關人員 也都是沒有登陸的 跟市府員工家人合影留念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 行之有年的親子日 但他倡導的透明連鎖公約 要落實遊說法 卻是空口白話嗎 因為柯文哲上任後 遊說法登陸竟然掛鈴 如果全台灣都有 只有我們掛鈴都很不對 但是這個是制度的問題 立委說會讓人想起 原來2008年早就有遊說法 凡是要影響法令 政策 議案 都得向被遊說者的所屬單位登記 以這一次搜狗案為例 前泰流董座李恒隆 想透過立委修公司法第九條 必須向立院申請 寫明被遊說對象 金額 內容等 立委們七天內要登陸狀況 由立院造冊刊登公報 違者可罰十萬到一百萬元 不過這些他們都沒做到 我們目前在法律上 遊說 關說 陳情 請願 這些都沒有明確的這種定義 所以會還有執行上有相當困難 目前我們這個遊說法恐怕要 要針對實際的運作狀況 再去修一修 認為遊說法制定不周延 實施十二年來 從中央到地方只有四百二十四件登陸 其中立法院三百一十七件 內政部二十五件 行政院跟總統府也都有十到十一件 北市府四件都在柯文哲上任前 以大巨蛋牽扯龐大官商利益來說 也都沒有登記記錄 為了這個 我們這個禮拜二 市政會還特別把那個紀老師 那個當年在推動遊說法的 這個好像目前推動幾年 全台灣登記有案的才四百個 所以這也不是只有台北市沒有登錄 其他六都一樣是沒有登錄 明代遊走灰色地帶 私下什麼都好談 立法院還要補破網 否則號稱陽光法案的遊說法 只是形同許設 不過現在來盤點整個政界 基本上都被這兩個字給圍繞了 就是貪腐以及收賄 高雄市長的補選 現在也進入到了最後的倒數階段了 煙消味可以說是越來越濃 而且在他們的選舉當中 最近也被貪腐這兩個字 其實是團團包圍 尤其是民眾黨的吳一陣 是率先開爆 點出說由於是有父親陳哲男的貪污 才有今天陳其邁的方面 還有國民黨的李梅曾 其實也要求大家 一起來簽署這個切結書 是反貪腐挺清廉的切結書 他PO出過去陳其邁幫蘇正晶站台的畫面 而且當時陳其邁也喊出說 兩人是兄弟 這個影片一出 當然也引發了不少的效果 另外在陳其邁的部分 針對這些質疑也都是一一反擊 在選舉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割掉一點 那這次選舉我們也幾乎不攻擊對手 陳其邁部門對手抹黑還提到家人 就是因為對手無意證 拿父親陳哲男當年的貪污官司 當作競選議題 就連藍白主席江景城和柯文哲 都質疑他財產申報戶頭 只有13萬元 他只有存款他沒有 他沒有皇帝財沒有股票 我什麼都沒有 你相信嗎 我活十倍阿彌陀佛 我要繳貸款 我有兩個小孩生活費 我要付房租 我要付助理的薪水 反而是江啟成他的財產 為什麼在這幾年增加了2500萬 過去台北市不管是競選經費 或者是一些連政的一些事項 社會也有很多質疑 18年後面對他的親如兄弟的蘇正卿 一樣的狀況又產生了 不過李梅森陣營人沒鬆手 續打18年前跟18年後的搜狗案 都跟陳其邁生兵的人有關 而李梅森本人甚至簽署反貪腐切結書 強調只要親友或團隊涉攤 將來就要辭掉市長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裡先謝結書 未來我也要邀兩位候選人 也簽跟我一樣的切結書 我們會送過去給他 了解我們真正在一路走來的人 他不會講出這句話 我覺得陳其邁講這句話 對他是一個我第一次 這是我第一次對他人格的減分 至於最近炮火猛烈的吳亦正 除了被點名設計炸領助理費 也被批評成了民眾黨打手 我要講的是整個結構問題 我們現在結構問題就是每次犯罪 你看你社會怎麼去遵守這樣的 怎麼信賴一個領導人 信賴一個執政黨 信賴一個司法機關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選戰最後倒數貪腐問題 也意外打開了藍綠白 三方陣營的潘朵拉盒子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今天加入我們討論的是 資訊記者戴婉琳 志宇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婉琳剛才記者的最後ending說 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盒子 所以現在大家就會在選前 這種緊要關頭 來檢驗他們的財產 我們來看到包括是陳其邁 他本人的個人存款有13萬 而李梅森的個人存款有100萬 而維政的部分是有兩輛汽車 個人存款是只有52萬 但是現在大家把目光都放到哪裡 陳其邁的13萬個人存款 是不是其實政界大家的反映 聽到這個狀況 好像也有蠻多的意見 對 大家有很多意見 那首當其衝就是 國民黨黨主席的江啟成了 他怎麼說呢 因為陳其邁的月薪至少 就二三十萬了 每個月薪二三十萬 怎麼可能存款只有13萬這麼少 那這筆錢到底用到哪裡 還是陳其邁都把他的薪水 交給太太來保管了 那麼像是臺北市長柯文哲 就說他只有存款 沒有房地產 沒有股票 什麼都沒有 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呢 恐怕就由各位觀眾來去解讀了 對的確這樣的回覆 會讓大家覺得 有非常多的想像空間 不過陳其邁被問到這件事 尤其被國民黨黨主席江啟成 在質疑的時候 他是怎麼回答呢 他是把這個水油再撲回去 他說江啟成從政到現在的投資存款 油價證券應該增加了2500萬 他說這應該才要說清楚才對吧 對 其實不只是陳其邁現在震炮 重炮回擊了這個黨主席江啟成 跟他講說其實你的財產增加了這麼多 你應該把錢說清楚 而不是來質疑我的存款為什麼 只有13萬這麼少 那當然現在陳其邁是眾所之地了 因為包括說國民黨以及民眾黨 也都在攻擊他 怎麼說呢像是吳亦正就說了 陳其邁有這麼多方便選舉的資源 不是家庭早期貪污來的嗎 對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也都在質疑 他的過去的背景 現在也都被拿來放大檢視跟討論 而現在大家也在想說 如果今天這蘇正清的案情 會不會變成一個破口 現在民進黨立委劉士芳說 的確有機會是會來影響到他的選情的 劉士芳是這麼說的 他是說這個蘇正清涉入收回案 對高雄補選選情還是有一點影響 雖然大家外界都認為說 不會影響整個結果 可是不要忘了 如果現在用第一標準 來看待執政的民進黨的話 年輕人大概不會把票投給民進黨 當然這是他的看法 不過整體來看 其實在民進黨來說 是不是感受到一點危機意識 對 民進黨現在有點危機意識 對 民進黨現在有點危機意識 包括說陳其邁也知道說 過去父親的一些事情 可能會造成他一些影響 所以他說 他是認為那他是他的父親 但是他一定會以法有據 為了的話 一定會遵守法律的規定 來去做任何的事情 對 等於是他本人 其實也親自回應這些事情了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 其實現在大家必須都要戴口罩 而且在八大場所都是必須要戴上的 不過各縣市的標準 卻是不太一樣 沒有巔峰的話變成35度 如果未來要強制戴口罩的話 真的會稍微辛苦一些 冰江市場室內只有風扇 加上天氣悶熱 攤商還沒戴口罩 就已經滿頭大汗 原來現在大家幾乎就拿起來 有的戴他會說 你為什麼今天戴著這樣 不會很熱嗎 主要是因為疫情變得蠻嚴重的 所以就覺得還是戴起來比較好 記者現場觀察 來買菜的民眾 戴口罩比例大約三到四成 攤商因為要搬貨 叫賣加上習慣 比例更低只有兩成 北市府宣布到傳統市場 務必戴口罩先勸導一週 不遵守最高開罰一萬五千元 但市場會有戴口罩的習慣嗎 不會 這捷運才會 這公車才會 但各縣市標準不一致 臺北市除了上市場要戴 到市府洽工以及聯合醫院 沒戴口罩不能進入 新北市針對洽工僅柔性勸導 反倒是五廳 酒吧 強制佩戴 到基隆市政府洽工 甚至只需要量額溫 桃園 臺中 臺南 各地戴口罩的場域也不同 高雄最嚴採實名制 另外好不容易回溫的夜市人潮 攤商擔心強制戴口罩影響生意 帶回家吃 不要邊走邊吃這樣 指揮中心規定 在八大場所務必戴口罩 但最難遵守的像是市場 夜市 以及遊樂園跟KTV 動態活動加上天氣熱 恐怕很難戴得住 如果是KTV那種密閉的 本來就是要唱歌的地方 戴口罩可能就會影響到大家的性質 選擇不去吧 然後可能跟朋友在家裡唱也不錯 各縣市重啟防疫規定混亂 民眾很難一一記住 只有口罩不離身 以免被聚於門外 好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 現在你是有發現說 你買部分東西 似乎有一點比較便宜的狀況 但是買到民生用品 又是比較貴 所以我們要來看到 是消費者物價指數了 如果在今年七月份的狀況來說 是年減百分之0.52% 已經是連續六個月負成長了 就是因為國際油價的關係 還有疫情的影響 所以讓整個CPI指數都是下降的 雖然說在七月份的時候 有稍稍的回升一點 因為疫情趨緩 再加上有消費券 三倍券的溢注之下 其實是有稍稍回升 不過整體來講還是跌的 但是大家很好奇的說 好 我們來看到七大類來說 好 食物 衣著 居住 以及醫療保健 雜類 其實都是往上升 獨獨這兩個交通跟教育的 娛樂類反而是往下掉 是不是代表說 其實大家在花錢 其實更容易花在 所謂的食物上面 或是你必須看得到 摸得到的地方 可是我們知道說 交通類跟通訊類 是因為過去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會減少花費 在一些交通上 比如說出國玩 交通旅行身上 比較少去花到這些費用的話 所以說它的跌幅是非常多的 這價付了5.09 那教養跟娛樂 大概是付了1.94 那比較特別是醫療保健 它可以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在於說 因為很多自付費的地方 是有所增加跟調整的 所以說有點不一樣 那比較特別就是 行政院關心的穩定物價小組 有17項的重要的民生物資 它的CPI年資率卻是增加的 像是什麼 我們吃便當經常買的 像是雞肉 雞蛋 還有包括說一些米 也是增加蠻多的 所以說很奇怪就是 一般來講的CPI在降低的時候 消費者應該高興 我買東西變便宜了 但是很奇怪的 我們想要吃的便當 雞蛋 米 菜 反而是上漲的趨勢 那這樣子的話 荷包到底擔心 大家比較擔心說 會不會有可能造成通縮的問題 對 會不會有通縮的問題 通縮的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要付出的錢比較少了 然後會引發整個經濟的惡性循環 學者目前來說 還是比較不擔心的 學者是講了說 學勢上擔心的通縮問題 指的是一個長期的現象 單純疫苗最快 年底或是明年初 就可以上市了 而且各國其實現在的政策 都是寬鬆貨幣來救市 所以會帶動整個需求 目前屬於短期的現象 所以台灣還是可以 不用太過擔心通縮情況 我們再觀察就好了 不過現在其實大家想說 剛剛說到雞蛋 雞肉 其實都是非常貴的 其實就是因為跟天氣太熱 還有太多人現在是 暴富性出遊有關係 造成量偏少 而且需求增加 所以連帶讓這些大家習慣的 比如說雞蛋 雞肉 都是有上漲的情況 但是我們來看到三倍券 其實大家應該都領到 拿到了 甚至都已經把它花光了 其實在這個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的統計說 現在數位榜地 已經超過了176萬人 而且紙本的部分 有1800多萬人 是都已經領取了 再加上其實現在已經有 領取的民眾 已經將近有8成6 所以現在這一波消費力 都挹注在現在大家的 日常消費當中 但很擔心的是說 就算這麼多的好錢 移進到所謂的消費裡頭 但是在GDP的部分 未來好像還是比較悲觀一點點 未來會悲觀 主要原因在於說 可能影響到就是消費者 信心物價指數這邊 也會影響所謂的GDP 我們看到說 主計處就預估了 今年的第二季的GDP 跟去年同季相比 大概減少了-0.73 是2009年金融海嘯以來 最差的一季 像行政院主計處就說 第二季還籠罩在疫情之中 雖然有解封 但是像是批發零售 交通運輸的數據 確實有起來 但是你無法抵銷之前的衝擊 那我們現在要記得 因為邊境還沒有解封 外國人沒有辦法來台灣消費 我們的產品也出不太出去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造成GDP 持續的負成長 對GDP可能持續的負成長 但其實這也不是只有 台灣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看看各國 跟去年同期相比 像是美國是萎縮了9.5% 可以說是73年以來最慘的情況 瑞典第二季的GDP 是萎縮了8.2% 還有菲律賓 他第二季的GDP 也萎縮了16.5% 也是29年來首度衰退 所以在今年下半年 到底要怎麼來救經濟 恐怕還是政府必須要投大 而且來考慮的問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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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